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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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进入业目 订阅 转发 买火之后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今天 星期二 现在 花 пят com est chest of time 有些人继续去塞 但是 人 就不够星期一多 很多人就說不夠人了 在星期一來說 其實星期一本身之前是說不合作運動 但之後就演變到我們不要搞不合作了 我們去機場 然後很多人就去機場 因為去機場是大家在說一個和理非 變成有很多人不是勇武的 不是前線的 覺得可以的 我純粹真的採到表達訴求 安全 所以我湧了很多人過去 但誰不知去到下午的時候 又搖宜滿天飛 又說有很多速龍在禁區裏面 又有六點會清場 甚至乎我再誇張一點 我也聽到就說 珠海那邊有幾架軍車來 即是我有些廢老骨 還有關燈 有人說 但其實是假的 那張圖是假的 它調整了顏色就變成好像關燈 即是有很多謠言 電話訊號斷了 又說封橋 剛才我說解放軍在珠海衝過來 然後又說機場禁區裏面 航班都停了 一到六點就會在行李輸送帶那裡 衝對速龍出來 哇 說到嚇到那些人就馬上走 因為這也是之前說過共產黨的手段 根本上他去到一個位置 處理不到的時候 他就會用最下三樓的手段 就是謠言和恐嚇 即是他對著香港就是這樣 用黑社會去恐嚇你 那他出現一次之後 他就說那裡有 那裡有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是 所以變成那些人一傳 然後那一區 可能沙田的店舖都下閘了 那時候新城市 沙田怎麼會有這麼多黑社會出現呢 在社區的設計 人口的構成 是不可能的 似乎看來是不可能的 但是一說而已 整個商場新城市都關掉 然後又說荃灣有 或者那裡不覺有 可能沒有的 只是說一下而已 那你就相信了 或者人們已經是害怕了 這個就是那個謠言 那個恐怖 即是他不斷製造一些恐怖氛圍 即是來嚇怕你是香港人 而且這些消息 大家去到時候看看 很多消息 原來的源頭 就是來自wechat 微博 然後就什麼都不理 一看到 嘩 分享 分享 用得這些通訊軟件 那些 來不開都是那幾種人 一定是中國人 第二 香港有很多老人家是用的 他們很多時候在接收信息很單一的時候 一看到就說 喂 不是啊 我的兒子孫孫也是機場 不行 我先分享出來 然後分享一傳十 十傳八的時候 我那天也收到很多 甚至乎有些片一看就知道是流的 我也跟他們說 喂 不要再傳過來啦 怎麼相信你啊 你說這裡是香港的 那條馬路擺明是深圳的馬路來的 那些地方擺明不是香港 你說是香港又說來到哪裡 你先看清楚 兩邊行車線都不同 已經是用到這樣的時候 再加上 昨天那個氣氛 真的去到大約四五點 那些氣氛 是那個很恐怖的氣氛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跟他一樣 是有一刻在想著 喂 他們是不是真的會出來呢 他們是不是真的出來亂槍掃射呢 傳了 又說沒有電話訊號 又說裡面六點鐘要出來 他們出來會亂槍掃射呢 包括我 我也要承認 我也有一刻在想過 但是 當到七點的時候 有人說 喂 又說六點出來的 七點就來了 你再不出來 我去吃飯了 有人是這樣說 那些時候 最後到八點 到八點的時候 還是沒有的 接著那些人就說 喂 真的不是 不如下青衣吃飯 有些人就說 去青衣吃完飯之後再回來 有些人就說 你去青衣吃完飯再買回來 我在這裡留守 有很多都是這樣 那至少 即是星期一晚 有沒有發生過事呢 是沒有 所以就是了 你現在是知道他的痛處 即是所謂的春袋在哪裡 即是機場原來是他的軟勒 那他又真的不能夠清場 我相信 佔領機場也好 或者整個抗爭運動也好 訊息流通那裡 有時候有些事情 都真的未必能控制到 但是你說 你有心去發放一些訊息的時候 你是不是想清楚 如果你是一個第一身 你是當事人 你發這些消息出來的時候 沒有可厚非 但是 如果你是純粹在前面的時候 你先想想想 合不合邏輯 或者你看那些相片 或者那些片 是否一個邏輯的呢 或者你想清楚 你聽別人說 或者我朋友的朋友那些 你想一下 現在有很多訊息出來的 我朋友的姐姐 在機管局做的 我男朋友 我女朋友 我老公老婆 那些人 是地勤來的 他們第一手消息 已經疏散了 然後又說突發 機場所有航機全部停頓 然後那些人 停頓? 糟糕了 就會想很多事情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 在分享這些訊息的時候 想清楚 是不是Logic 尤其是 有幾樣東西 其實大家是可以檢查到的 第一件事 航班完全停頓那件事 有人說 整個領空停了 領空停了 即是連降落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飛也會飛不了 但其實 如果你說航班 所有航班停頓的時候 你不需要去機場 去Fact Check 你有一部電話 或者你有電腦 你已經可以檢查到的了 你不用身處在赤立國 才檢查到的 還有你說那些 沒有訊號 沒有訊號 沒有燈那些 那些 那你就看看 喂 那個人又說第一身 又說在赤立國 又說沒有訊號 那麼Message 還會怎麼傳出來的 對呀 那這些東西 看來是不合邏輯 這些東西 人多人一向都是這樣 每次人多就是收不到的 我明白的 有時候去到那個位置會亂 但當你停一停想想 真的要停一停想想 好像不合邏輯 又說沒有訊號 又說沒有訊號 怎麼傳出來的 還有一件事 不能上網 但有時候 你的SMS 都可以傳出來的 是不是 有時候 現在很多人 已經習慣了 用一些 比較先進的科技 可能已經遺忘了 SMS 所以其實 你是可以 仍然做到一個通訊效果的 不過有很多人 去到那一刻 慌了就不知道 或者分析不了 所以 去到星期一晚上 有很多人 到八點鐘 喂 不是呀 明明看到 晚上還有機 還要到香港 最後那班機 是十點多才到香港 之前那些機器 全部都是廢話 那些人已經 在八點多鐘 開始湧進去機場 湧進去機場 那時候 你說是有什麼發生呢 說真的 沒有什麼發生 都是沒有什麼發生 但反而 我之後 晚上也有去到 發生了什麼 有很多人派食物 很多人 當然是喊口號 用他們的方法 去表達自己的訴求 之餘 去到晚一點 是有生日派對 我看到 有人生日 但是 圍滿一起唱 三眼光 但是 很壞不順 有個人唱 每年都有今夜 每年都有今夜 然後馬上被人扔 說 你講我另一件事 都不行 你很暈 這些笑話 總之 還是那句 真的 不需要這麼慌張 有些事情 你可以去查到 你自己查過 星期一的事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自己想多了 到了星期二 又是日頭 我相信 你也可能收到 很多訊息 圖文並茂 又怎樣怎樣 又說 這裡有薩丁過來 那裡有很多速龍 但是 所以 有沒有事發生 換戰地想 你膽敢不動手 是啊 真的膽敢不動手 也是解放軍的問題 如果出解放軍 那怎麼辦 首先 你這個問題 假設他會出 但是 有個可能性 其實他可能真的 會不出 的 即使他出了又如何 出了又怎樣 出了又如何 出了又如何 他真的是一個速龍 那你是不是打 那會變成新城市 會混戰 要不就是葵方站 毒氣室 那你就試一下 你在國際機場 就毒氣室 因為現在 有很多人 一講解放軍的時候 就下意識就覺得 你圍機場 然後那邊 那些什麼軍區 在港珠澳橋 幾架軍車下來 然後那些解放軍 就會圍著香港機場 然後每個人都拿著槍 五四三一 像上海灘一樣 都死了你們 有沒有可能 做戲嗎 你想想 如果星期一 如果星期一 真的好像拍戲一樣 裡面死的會只有 一些 只有我們嗎 只有我們嗎 不是 你看到其實 我們再看回 澳洲大使館 領事館 有洋鬼子 有外國勢力 還有很多旅客 還有很多旅客 還有上面 那一層 離京大堂 原來還有很多旅客 因為班機的問題 在上面 睡覺 很安全的 那時候 你覺得 是不是真的會想到這些事情 你就射吧 你就射吧 喂 為什麼解放軍 或者你為什麼 解放軍 這些暗咎的事情 不要說 香港 現在我們已經打緊解放軍了 其實是的 可能我們已經打緊解放軍 至少打緊武警 這個星期二 好笑 我覺得香港人都很厲害 可以劃分 哪些是香港人 哪些是中國人 很容易 看樣子就知道 看樣子就知道 都不同民族 厲害 這樣又被捉到 這個我也覺得很佩服 然後被捉到的那兩位 那兩位 疑似中國公安 有一個確定了 查了 不是同名同姓 是真的那個 我們看回那些片 你看到他的樣子 很害怕 他是害怕 我心想 你們不是文明威武之師 為什麼會害怕 現在香港已經融化了 你們不是經常說 半天就可以攻陷台灣 還是坐在台北喝茶 你們不是說 我們要修復釣魚台 現在香港機場都這樣 你怎麼出去打仗 如果我們要打駐港解放軍 其實我們是不害怕的 有什麼害怕呢 除非他開槍 即是出坦克 香港用不到坦克 是不是有很多地方 你開槍 那你香港警察就開槍 你夠膽就殺人 而且你覺得他們這麼好膽 我也不相信 解放軍其實都有防暴隊 但是由於他們是中國人的關係 有些戰略的物資他們是沒有的 即是禁止運給中國 即是我們親愛的香港警察 他們的裝備 其實比中國的防暴隊更加先進 這麼糟糕 而且他們來到香港這個地方 即是街頭巷戰 經驗是會比警察少的 即是你實戰經驗是少的 所以當然他現在要運很多武警進來 就是要熟習這個地形 即是要知道如何對付他們 以及吸收經驗 即是中國又不同 即是中國的那些反抗 那些起義又不同 而香港這個超級高級 所以他們是下來吸經的 所謂吸收經驗 因為好像上次說 早兩年前還是兩三年前 澳門那次 不是有些解放軍出來幫忙救災 然後被人笑到今天 又不是要你打仗 要你清一下垃圾 去清理一下街道 幾個小時你跟我在嘔吐白袍 你怎麼打仗 有幾個倒了 又說暈倒了 又說暈倒了 你不要跟我說是否辛苦 你說一件事 撿垃圾辛苦一點 還是打仗辛苦一點 你跟我說 撿垃圾這些事情 既然你是軍人的時候 我們的思維就覺得 哇 你是軍人來的 很能打的 很厲害的 體能爆燈的 但原來是這樣的 還是中國人是這樣的 現在香港的解放軍 其實也有很多人這樣說 那些是怎麼說呢 那些叫做優差 有很多人說 你知不知道 如果真的出解放軍 死了很多人 他們真的開槍 你這樣好嗎 值得嗎 老實說 在香港做解放軍 我真的看死了 你不能打的 如果你能打的話 你不會來香港的 為什麼呢 如果我是習近平 我放人下來 最能打的那些 我都放在西藏那邊 是不是 放在香港做什麼 如果我最能打的那些 我放在香港澳門的時候 我世面就是混蛋 你想回一個邏輯 就是這樣 反過來 如果你看回整個中國 如果是中共這樣 香港這班 你們是香港最和理非 裡面最不可能會打的地方 就算打都不會 你們起碼沒有香港人自焚 那我怎麼會派最精銳的部隊 在這裏 想到想到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 接下來這段時間 或者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已經有很多謠言 在沖織 還有很多恐嚇 就是那一句 他已經去到沒什麼手段 已經用了牌 的時候 他唯有用這些招數 搞你的家人 恐嚇你 做些謠言 做些嚇驚你 分化你們 他只有這些招數可以用 所以 大家 追群眾智慧 唯有 很難說 一錘定音 這件事 是不是fake news 還是怎樣 一定有很多事情 不斷發生 大家唯有 靠群眾智慧 還有 Stick together 大家 黏住 總之你永遠 一班人黏住 就會沒有死 就比較安全 絕對是 這個絕對是 尤其是 有很多人 太高顧自己 覺得 我一個人可以 一抽十 我不是質疑你的能力 但是 萬一你有事 真的有機會 累到後面的人 那時候 麻煩你合作 給一些團隊 做些什麼都好 至少三四個人 一起 一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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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一個人做 你安全的時候 你可以幫到大家 整個團隊 可以安全 一起做同樣的事情 而不會說 因為這些事情 突然有些事情發生了 然後我們又要做其他 做其他 這樣會好些 千萬不要太高顧自己的能力 你要相信的 不僅是自己 你還要相信你的團隊 現在好像傳銷一樣 現在是一個黑暗時代 大家儘量避免下單 出街也好 最好多人 出街也是 你不要踢到拖鞋 大家要小心 大家要保重 今天時間差不多 各位再見